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好好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年度的基金市场回顾了 欢迎向我们的好朋友 晨兴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 曾淑云 淑云好 玉门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辛苦了 让你做这么多的表格 年度回顾吗 而且听说 我听说上礼拜你们也做了一集 害我紧张了 我想说那今天要讲什么呢 拜托 有很多东西好不好 这个你今天这样子 帮我们跑出来 我觉得让大家更清楚的 去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这一年以来 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的投资标的当中 到底有没有赚 然后你哪一些的标的要考虑 我觉得这个先来跟大家考虑一下 我们先讨论一下 那个基金的这个一年以来 表现比较好的 跟表现比较差的 这样好不好 好啊 看单一基金吗 单一基金 这不用讲那个台股强到一个爆炸 台股真的强到一个爆炸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我们有把那个表格 分成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 跟一些境外的基金吗 没有我要看一年的 跟那个最好跟最差的 对 你看那一年表现最好的 就是你看是台湾的中小型 跟台湾大型 对 了不起 这两个组别 在我们过去的一年回顾 一直都跑出来 对 对不对 一直一直都 其实台湾股市是表现不错啊 对 台湾股市就 整个股市都涨了二十几个percent 但是你看单一的标的涨幅就真的很大 你看像表现第一名的是日盛的新台商 还有日盛的MIT主流 这两个 这个新台商的报酬率是102 然后MIT主流是94.4 对 但因为我们其实昨天 这下午在跑这个表的时候 还有一些那个净值没有全部出来 所以我们有切起 把它切到12月28 但我觉得一天的报酬率应该不会落差太大 所以其实投资人应该还是可以发现 就是说其实基本上 而且像云芬姐 你现在跟我一起看这个表格 我会发现前四名都同一家的 中间夹杂了一下 然后呢通常同一个名字会出现好几次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投资团队 其实当然资源不可能只有一档基金去享用 一定是各档基金共享 所以基本上只要它那个风格落差不是太大的 像你看我们前四名的日盛 它大概有两档是中小型两档是大型 所以其实整个资源上来讲还是分散的蛮好的 然后到了第五名就是像陆伯麦的台湾5G 那也有八十几趴 然后野村的高科技 医科技也有86趴 所以我们前20名的表格大概涨幅都有65趴 很可怕吧 65一年 对一年啊 但你要报得去 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基金的报酬率是这么高的 对而且上半年其实涨了比较多 因为你看到我如果我们看 过去就是一年我们用圆壁来看的话 我现在有手忙搅乱了 因为东西太多了 对听众朋友请原谅韵芬姐 因为今天的表格 我看大概有20张吧 有有有 但菲蓉很贴心啊 他已经都帮我都都标起来了 对菲蓉已经先看过了一下 对对对 对他早上已经先瞄了一下 他眼睛已经先瞎了一次了 对很可怕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早早就戴上老花 因为我们整天看到表格看到眼睛真的不行 而且要对起来啊 对啊 而且你看我们从那个 大家想我们从那个 笔电的小荧幕 跟电脑荧幕 每天看那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做研究的都没有眼睛好的 下次你们仔细看的研究员 没有不戴眼镜的吧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用新台币的报酬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基金的表 那个表现都非常的好 对那其实 但如果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年度要稍微回顾一下 如果你的台股基金 今年的报酬率还是不怎么漂亮的话 那就去看一下你台股基金到底都投些什么 哪一家的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可能要仔细的研究一下 但我们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 前20名标的里面 其实中小型跟大型其实还蛮分散的啦 对那我觉得跟今年的我们有一些 比较偏向大家讲的AI的这种概念股 其实蛮多的在里面其实刺激蛮多 那可是刚会想一开始前面几句话之前 我有讲其实你要抱得住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我们看这个一年报酬率都60几%对不对 那云芬姐我们往右边看 你看一个月各位数字 三个月各位数字 半年十几二十几%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今年的上半年 涨得比今年下半年多 嗯对 所以其实这个投资人还是就是你投资上来讲 如果你要做比较短期 还要看那个标的 有没有比较活泼一点 但是台股的话 今年一整年报酬率表现 是相对是还蛮不错的啦 很漂亮的一个绩效表现 嗯嗯 那我们如果帮大家来回顾一下啦 就是说表现 就是今年以来表现最佳的 其实当然台湾的股票还是胜出 然后另外产业型就是科技 哇科技 你看科技就是涨翻了 所以你看你看这两天一开盘就跌 那美国啊 就没办法嘛 就是股市就是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去去嘛 所以就投资人就是大家耐得住性质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就是说如果我们 我为什么review 第一个review 当然你要看你的绩效 跟这个有没有差很多嘛 因为这是平均的概念嘛 对不对 也就是你股票的平均的那个 股票型基金平均是18.36一年嘛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大概一年平均 你应该有赚到18%左右啦 对而且 如果你没有呢 对 你检讨一下啰 是 而且我们刚刚玉芬姐念的这个18.36是整体台湾 可被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 也就是说其实是好的跟不好的平均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基金连平均18.36都没有达到 你真的要去想想看是这个市场是不是出了问题 或是你的标的 对你的标的有问题 那如果你要再看 就说那如果再回头细看说 那如果我的我的基金表现比平均好 那那时候你怎么办再回去看 他那个组别表现的怎么样 所以一下一步一步来 就说如果今天整个状况都不好 我觉得我们在很久之前就讲过 因为基金他这个特色就是他不能放空太多 他甚至他就算有他也很低 那他基本上他要插着食股水位 都至少要七成以上 甚至有基金更高 也就是说市况不好的时候 他只能撤一些到比较防御型的标的上面去 他不能全部空手 所以如果股票都在跌 像那个COVID刚开始那一年在跌的时候 全市场都在跌他不可能红的 因为他没有做空嘛 所以他不可能红的 对所以我们要先用整体来看 然后再回到这个基金本身属于的 那个主编来看 那就你会比较清楚知道说 你选的标的物跟你投资的这档标的 他是不是可以让你一直在把它保留下去 那看到就是说科技型不错 其实美国的股票也不错啦 其实真的美国的股票真的 在这去年以来表现的都还蛮不错的 我们这样就已经一段了 完蛋了 今天讲不完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Morning Star的曾淑云来谈一谈 刚刚有港费龙说快快快 好我们前十大的我们赶快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比较熟悉是台湾 还有就是科技 美国至于西班牙意大利巴西拉丁美洲跳过 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大概是一种反弹的一个效应 特别在年底 尤其是整个的就像2023年 其实我觉得资金都还是很泛滥在市场上 这我们之前也讲过 资金的动能还是会游来游去的 那表现不好的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 中国香港 对没错就是就是基本上就是中国香港 然后泰国大中华区 非洲公共事业 东邪国家这些 但其实老实讲就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酬率 大概都负个十几% 然后泰国负12 其他大概就微幅 大概负5负6负7这样子 甚至就到了最后的话 只剩下大概像房地产的亚洲 大概就只剩下负的0.83 所以下面一年到头到尾都是负 都是负 对因为整个整个的状况都表现得不好嘛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没也没法 对基本上来讲就是表现不好的这几个组别 尤其我们刚刚讲到中国香港 我觉得大概应该大家去年一整年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香港的状况就是一直没有好 那我们其实中间前面几个月的时候 我们分享一下也会提到就是说 中国香港我们看到一些产业的移动 然后一些外资的撤出 其实都会影响当地的这些 整个的股票市场的发展的 对那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就很多人会认为说 比方说去年的很好的 那今年留意一下 那果然美国科技股就是嘛 是 那那如果说去年很不好的 中国今年会有机会吗 你们怎么观察 其实应该是说 中国是最后一名我看到了 是啊 中国股票是负的一年是负的18.68 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对 但其实应该讲说 中国跟香港他的问题已经是 我觉得信心的问题还有政策的问题是一个 我觉得信心这件事情 对投资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那如果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 就是说他在这段时间跌幅比较大情况下 我们估计像看起来是觉得他短期间 可能就是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反弹 但基本上如果他经济面没有改变的话 他很难去改变他现在整个市场的状况 所以不会建议投资人在这个时候 好像很用力的跳进去 就是说你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就是卫星的投资而已 对因为他现在整体状况都还是不好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在商业面向 比较大的一个复苏的状况出来 对目前整个状况都觉得他的 他的整个产业状况都还是呈现流失的状态 对那这一点其实对于经济 那大家也知道吗 股票其实基本上是经济的一个先行指标 那如果你没有你的基本面支撑的话 你股市也很难好 他基本上就会比较容易泡沫掉 对所以还是提醒投资人要注意一下 不是一定跌的就马上跳下去 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觉得看好他会反弹 那如果你看好他就是一个反弹 你也不要一直想要跟他长相厮守 因为他的经济面还没有真的转好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在我们来看到 整个股票型的一个表现当中 美国亚洲亚洲大台湾称霸了 对台湾称霸印度 连日本都不错 对但是日本对日本才开天 今年才两天问题就很多嘛 对这个真的真的地震 还有昨天雨天机场的事件 对对对其实都还蛮严肃的啦 对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就 我昨天还开玩笑跟我跟我儿子说 妈咪觉得日本应该去安待睡 哎呦哎呦 他们就哎呀开春两天而已 就其实事情还蛮多的 但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 对希望他们赶快把 就是这真的是天灾啦 对所以就真的还是需要 需要一些时间去转换一下 但因为孕芬姐现在拿的表格是 我们把股票呢把它分成 就是亚洲欧洲美洲 然后还有一些产业国家跟其他的地方 对所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在亚洲市场其实就是台湾股市 老实讲就是台湾 对其实就是台湾股市 然后印度日本韩国这些 对那如果那当然就是像中国 香港就一样是在倒数 那其实美国市场呢 表现的基本上整体上来讲 其实就是大型股的表现 也许大型的增长均衡 就是其实走的还不错 那增长我觉得大型的 我觉得成长股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 因为科技类就比较偏向成长股 对所以其实他基本上 一整年的美元报酬是有36个percent 那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一段 已经称赞过我们台湾的 中小型跟大型嘛 中小型是47哦 然后台湾大型是有46的美元报酬 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那欧洲其实 所以其实欧洲也还行 欧洲整体的都是正值 只是说欧洲我们现在单一国家 在台湾的市场不是这么的受欢迎 像什么西班牙 意大利啦 新兴欧洲啦这些 那所以其实这些国家 其实表现也都还可以 大概也有交出 大概2 30%的报酬率 比较差一点的 连欧元区的中型都有10个percent 10.79的美元报酬 对那其实表现分歧 最分歧就是亚洲市场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了 其实最差的就是中国跟香港 他们其实就是都是负数的 对那其实台湾的台湾股票 印度股票啦 这些都排在前面 对那产业的话 其实基本上像过去这一段时间 常常有一个主别就是我们讲的是 小众市场的就是传媒通信 它事实上还是表现不错 它一整年54% 大概科技类有45.98 所以像金融服务啦 工业物料啦 都大概也有20个percent的报酬 那这房地产就比较弱一点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了 像一些比较防御类型 像公共事业啊 农产品大概都是负数嘛 那其实像如果大家比较 台湾投资人比较常会留意的 像什么生物科技啦 能源啦 这些大概有8个percent的 年度的美元报酬 对那大家其他类股 就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一些 新市场什么拉丁美洲啦 巴西啦 还有全球型的标的 所以整个如果以我们分的 五个区块上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亚洲是最分歧的 那如果你刚好没有投资到 中国香港的话 估计投资人在看自己 2023年报酬是OK的 是OK的 对其实是表现上来讲 就说这时候就是回到 刚刚前面一段一分解题的 先去看一下 有没有打败 整体台湾核被销售的平均值 这个18点多的 18%的这个报酬率 然后再回头看看 你的标的物 在他的那个同组别里面 有没有表现在前面的二分之一 对我觉得 击败了 如果你已经 组别都赢了 那我们就想 我的标的有没有在前二分之一 如果在前二分之一 就表示他表现的还不错的 对 就是投资人就可以稍微再 看看今年就2024年 你要怎么样再去改变一下 你的资产配置 或是如果真的 你的标的真的表现太不理想 那就看看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个市场 经济状况不好 你一直跟他长相厮守 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 不过你看到这个数据之后 大家可以还那个 朱月中老师一个清白 因为他老师认为说 台湾的股票型基金都不错 台股基金 我皇爷跟你讲过 我这几年我一直觉得台股基金还不错 然后你看报酬率都还蛮高 你看40几% 他其实没有恶意 他只是觉得台湾的ETF发的太多了 他觉得发的太多 但他没有说ETF不好 这真的是要替他澄清 因为每个有不同适合的一个标的 他只是觉得太多了 所以太多之后 他又觉得说 那你要比标的 你应该把就台股基金跟ETF一起比 那如果比起来 那当然台股基金好 所以那时候他很委屈 就每个人都骂他说 那你说ETF不好 没有 我觉得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 其实ETF的发展在全球 我们观察到是全球都在成长 在过去这两三年都在成长 没错 但是为什么台湾会特别被拉出来讲 是因为以前我们的股票 就是基金 就是股票型的这些标的跟ETF 你等会再讲 你的指数型的发 我觉得没问题 要不要奇奇怪怪发一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上来Radio的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中 第1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澄清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我的讲话速度要加快一点 不然我们今天都讲不完 自动快转一下 我们就不讲ETF了 赶快讲债券了 不然债券讲不完 那债券表现比较好 说实在平均也有6.62% 对 平均有6.62% 所以其实整体状况来讲 就是投资人今年只要有沉得住气 有没有 就可以投资 那原币的话又6.83% 所以表示其实整体状况来讲 一整年可能在中间 你会觉得那个汇率有点波动 但整个整体年的效应来看 其实并不大 对 那其实表现比较好的 我觉得还是集中在欧洲地区 如果我们用美元来看 那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的话 其实还蛮分散的 像欧元债券 全球新市场 公司债券 其实都有 那表现比较最差的肯定 大家应该想一想出来 一定就日元债券 因为日元贬值太多了 然后整个 而且日元本来就没什么息 所以它贬值幅度就很大 那我们其实今天有把那个债券 可能韵芬姐有看到 我们把债券有把它分类 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债券分类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来讲 我们是把它分成像全球债券 新市场债券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就是前面表现 比较好的组别 其实报酬率差不多 所有全球债券 像美元对冲大概6%多 但是像你看 全球新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它的元币有12.57 然后它的如果是它不考虑 就是以整个环境来说的话 是9.76 那高收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欧元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大概有11.6% 这两个都是被忽略的 被忽略的是什么意思 就被我们忽略的 被整个市场忽略 被整个市场忽略 它就偷偷的涨上来 对 而且我的意思是这样 它是下半年涨的 就下半年这个息的状态 你如果我们往右边看 你会发现一年有11% 但是往后拉到6个月 最近6个月是7.31 其实它是上半年 而且大多数债券 都是上半年表现的 比较不怎么样 尤其是像新一市场债 跟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券 如果云分解禁往右边看 像公司债 其实基本上都是下半年表现的好 你有发现 尤其像公司债券 它基本上一年才9% 8% 它下半年涨了7% 6% 所以它基本上都下半年 这个息的政策 越来越清晰之后 那个债券市场的发展 会越来越清楚一些 是耶 有没有 其实我们每次把它混在一起 只讲前十名 感觉就砸混在一起 对那你这次是把它分成全球债券 新一市场债券 高收益债券 其实称赞一下费荣 是费荣给了我一个想法 他说我们怎么样把它拆出来 那我就想了一下 不要这么 我们也是有经验的嘛 我们想一下就可以立马想说 那就把它这样分吧 对对对 这样很清楚 就很清楚 你就很明显的发现说 其实整个组别状况 因为之前我们混杂在一起 就大家一直夾杂的出来 那分成类型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明显 大概哪几类的表现 而且其实整体状况 就是好的那几组 其实表现的状况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很明显就看得到 一年的表现里面 下半年载券型的基金 它其实在下半年 表现是有补上来的 就是它稍微的支撑了一下 上半年比较弱势的表现 因为现在陷入一个谨慎思考的一个空间 因为这资料量真的是有点大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低估了 我刚刚讲十几张 我觉得应该有二十几张 有有有 我早上还提醒费荣说 你不要印太多 因为根本二十几张 我们两个连念都念不完 好所以也让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我觉得就好 因为我们算是回顾嘛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都 可是因为每个月就 其实应该讲说 我们每个月回顾有点一片一片的 一面一面的看 但一整年我们就把它变成 一个整体的状况 那你就整体的一起 那就你每个月跟着我们 稍微看一下自己的投资表现 然后看一下市场状况 那因为通常我们每一季 也会做季的嘛 然后半年会做半年的 所以其实就大家就会把 一片一面的状况 然后变成整体来看 就会更有感觉了 那我们看完债券之后 我们来看看比较差的 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表现比较差的债券嘛 表现比较差的债券 但就日元你刚刚讲了 对就日元债券 因为日元债券就是日元 你看它一整年是 它的元币报酬 我先不要看美元 元币报酬就付的9.96 然后呢 其实你看一个月是正的3.76 三个月2% 六个月付的1.59 所以它其实上半年跌很多 对 然后再来像是亚洲的非投资等级 就我们之前讲的牙膏收嘛 那这个已经提到 其实因为这里投资很多 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很多在中国 那中国的债券 其实已经坏了 一两年了 那这不是今年的问题 所以老实讲 它的数字已经比我想象中的漂亮一点了 因为你看一整年的元币报酬是负的0.22 一个月正的1.56 三个月4% 半年的话是0.08 所以已经稍微比去年 我们在看这个表格的时候 已经 我觉得稍微收敛一下啦 对已经稍微比较收敛一点 然后再来像是通膨连结债券 然后通膨连结债券 其实还是正值喔 它是一整年有1.8 然后12月份是正的3% 然后三个月是5% 六个月是1.35 所以其实下面像什么通膨连结对冲 美国政府债啦 还有一些什么全球债券的美元倾向 欧元的多元化债券的短期啦 其实基本上 蓝特币的短期 其实这些 其实老实讲 它数字还是为正的 其实都还有三四%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我们看2024 我们你看债券型的 元币大概有6.83 那股票型的话 也有18个% 所以其实投资人 应该是在2023年 整体我们来看 你应该是开心的 你应该最近 如果你收到 我想1月中下旬开始 银行应该会寄出 你的对账单吧 所以那时候 你可能看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不错 但是呢 因为今年 我觉得开春这两三天 市场比较动荡一点 所以你搞不好 看到想说 好像跟我看的 最近的市场状况 不太一样 但记得大家记得 我们有时间落差 对不对 你再看过去 截到12月 跟这个 你最近这几天的市场状况 就大家心理上要先 就大概有个想法 就知道说 它一定不会是同步的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如果整个 我们刚刚这样 review完之后 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是看好公司债吗 还是看好新市场高收益债 其实基本上 如果以现在的整个 对这些诸别 整个市场状况上 看起来的话 其实应该 我觉得大家 还是看新市场债 会跟收益债 非投资等级债 会稍微 因为习的状况 如果比较稳定之后 会对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很久之前 就讲过 其实投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是对市场状况不明 所以如果市场状况 比较明朗一点之后 你慢慢的 就会发现说 有些的状 有些东西 你比较可以去思考 就比较可以 想的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其实 现在整个 大家看起来状况 应该是 我觉得公司债的话 其实会跟公司本身 的营收的状况有关 你不担心市场的状况吗 2024的市场波动 应该不会小于2023的 今年的市场 其实还蛮波动的 2023年蛮波动 但2024年也会 因为现在大家 比较担心的是 基本面的 复苏的状况 所以其实 这也是为什么 我对公司债本身 会稍微保守一点点 因为公司债本身 是跟公司的状况 比较有关 所以其实整个 但整体上看起来 我们不是说 看淡2024 而是说 2024它可能本身 也是会不一定是一个平缓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开春的时候会觉得 这一整年 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我们 可是因为像我们是跟 金融机构在做生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 比如说看明年的能见度 像我们其实四季的时候 看一季能见度 就会觉得 能见度好像看起来 比较灰暗一点 那灰暗一点的话 就代表这些市场的状况 尤其我们跟金融机构在互动 就是说金融机构 如果比较暗淡一点 那就表示 它的客群比较暗淡一些 对吧 我们会这样 连想回去往前推 往前推嘛 所以不担心 不担心景气衰退 没有要讲景气衰退 我是讨厌人家说景气衰退 直接新的一年 讲话很明白呀 好我们今天帮大家来 review一下 整年的一个状态 不过还是要观察 因为不是算命嘛 每个月都来观察一下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诚心基金评鉴 台湾区的负责人 曾淑云 谢谢淑云 谢谢 谢谢